有了超人的力量 跑快了 飞高了 不因为就找到空岛了 可 可是 空岛是空岛 就是两座高山架起而已 嗨 我腿都跑实了 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空岛 不得不说 迷你大陆的空岛真少啊 就能继续坐上海抱团了 航星大海 前面又是一片雨林 这是找到的第三个雨林啦 俗话说 数不过三 这次上空肯定有空岛 如果没有的话 我跟跟人骂听话听啦 咻一下 直接飞高高到顶端 啊 不是吧不是吧 爪衣就浪迷晴空 连这鸟都没有 真要气负本姑娘啊 可恶啊 往往没想到 迷你盒子也是骗人的 说什么雨林三番 出现空岛大约是最大 都是骗人的 骗人的啊 现在满江陆我 正想去做大笨声一顿 游风游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又灌了一大圈 一点空岛的蛛丝马迹都没有 嗨 继续住上海豹船长 航兴大海 又游了几个小时 连超人的力量都没了 咦 前面红通通的 连一棵树都没有 难道 难道是新大陆 小宝宝 游快点 游快点 我已经快不及待要上岸了 哇塞 竟然是红土大陆 这也太棒了吧 天色也暗了 先睡个美容觉 明天就好好探索极限的红土大陆 啊 一觉睡醒精神气爽 离我家园三千多个方块园的地方 存在一个红土大陆 嘿嘿 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红土大陆 很见的红色土壤 不适合多数植物的生长 但却非常适合孤类植物生长 赶紧把太空枪放在这里 下来一颗心井定位 这么漂亮的红土大陆 以后我一定要来这里 见一间超大的红土别墅 到时候邀请小伙伴一起来旅游呀 红土大陆到处都是蘑菇 洋红 毒菇 小蘑菇 还有红蘑菇 蘑菇是做羊肉包的重要材料 以前说姐老师去地心收集 可麻烦了 有了红土就能大量种植啦 红土大陆还有很多小鸡 我感觉迷迷的小鸡 都喜欢生活在红色的地方 红树林也有好多小鸡啊 不过这里小鸡比较自由 毕竟没有天秘迅猛哦 可问题又来了 小麦不能生长 那小鸡真的是蘑菇吗 嘿嘿 我做了一个淡淡的想法 那这样的小鸡吃起来 不就有种天然的蘑菇味 鸡 想想的美滋滋 等我打败火山王 第一件事情 就来这里见家园 吃小鸡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找空岛 嗨 空岛 空岛啊 你究竟在哪 我都跨过了望水千山 你怎么还不出现啊 看看 我再一次找到了火山地形 火山地形还有很多的符文石 看到宝贝还得收一收 嘿哟 小小符文怪还想攻击 没有找到空岛 吃到星宝 一锤子祸死你们 这火山地形也有不少的矿石 所以啊 以后挖矿 几乎不用下矿了 空岛啊 我像地形 就有很多矿石 算了算了 不贪心 继续找空岛去 火里乖乖 找到的第四片雨林呢 可是 又有没有空岛 我都找了四千四夜 哼 若干你还说 应该要出现了呀 小伙伴们 你们多久找到空岛了呀 你们找到空岛的地方 又是在哪呀